哈囉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安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出國留學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錢 那我覺得出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口袋要有足夠的 money 不然人在異鄉沒有錢應該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然後還可能會淪落街頭 尤其對國際社來說 能用錢解決的事情還是很多的 那等一下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英國留學一年的總花費 除了一些固定花費之外 其他都是可以變動的項目 就是我個人消費習慣 那住的地區不一樣也會有影響 像我是住在Manchester 那如果你是住在倫敦的話 應該就生活費會更貴 物價跟生活費大概會是漫成的兩倍以上 所以在倫敦生活真的很不簡單 那大家也可以上網先查一下 各地區的總花費大概會是如何 然後預估一下 那首先先講一下固定花費 就是完全不能省的項目 第一個就是學費 那我是2020跟2021這屆的 我那時候學費一年是24000 那英國碩士的花費每年會 就是再多200塊 所以每一屆會不一樣 不同科系的學費也會不一樣 像我是上學院的稅是24000 那如果是一些文學院的話 應該會比較便宜 再來是出國前要辦的簽證費 還有健保費 我那時候辦大概是850英鎊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花費就是住宿方面 因為我不是住學校宿舍 我是住外面的私人宿舍 所以會貴一點點 而且因為我的房型是studio 所以它有廚房 那我那時候是一週250 所以一個月就是1000英鎊 講完這些固定花費之後 接下來就是一些可控的費用 伙食部分的話 如果你都自己做的話 就會相對便宜一點 而且比較健康 像我幾乎也是都自己做 而且英國的菜錢 跟台灣比起來會比較便宜 我自己最省的時候 一個月伙食費是170英鎊 可是如果有一些聚會 或是在外面外食就會比較貴一點 在漫程的話 在外面餐廳吃一道菜大概是10磅左右 那如果你三餐都吃外面的話 一天大概會花個30-40磅 從剛剛講的學費 然後伙食住宿呢 目前累積下來已經38890英鎊 那現在1比38的計算的話 目前已經來到150萬 但是到你住學校宿舍 還會再更便宜一點 我自己這一年 就加上旅遊啊 還有一些社交跟買衣服的錢 我覺得170萬是很夠的 但是在Manchester啦 其實除了學費跟住宿之外 物價真的沒有到非常貴 如果你都自己煮飯 或是跟朋友share的話 你就可以控制更多 像英國超市也有分評價的 跟比較高階的 想要省錢的話 你就可以去 Aldi或者是Litto 還有Asta的品質也很不錯 那像中等價位的是Sansbury 跟Tesco 那再高階一點的話 就是M&S跟Waitress 但是偏高的超市 他們的肉類跟蔬菜真的很好吃 就是比較juicy 然後就有機的感覺 那我之前也有介紹過M&S的超市 也有開箱 然後可以看這個上面的連結 我之後還會再拍一些比較平價的超市 給大家做個比較 然後來英國的話 一定大家都會想要去旅遊嘛 因為英國這麼大 還有很多城市可以去走 所以想要旅遊 又想要省錢的話 你就可以 早點安排行程 然後訂一些找鳥票 像學生有一些Rail Card的優惠 再來是電信方面 我是選Gift Gap 我覺得很便宜又很好用 我一個月也只需要花10英帆 而且它是 像是有點那種 儲值的概念吧 就是你每個月買不同的方案都沒關係 你就可以一直換方案 如果你覺得這個月用量很少 你就可以換成比較便宜的方案 那總結來說 我覺得170萬在漫程來說是很夠用的 大概150到170萬這樣 但還是要看自己的生活習慣去計算花費啦 而且建議就是不要抓得太剛好 因為可能你有時候會突然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是突然想買什麼東西 然後有一些聚會 有彈性的預算也比較好控制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可以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然後記得幫我按一下訂閱 拜託拜託 那就期待下一支我拍超市開箱影片吧 還有一些亞洲超市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英國也可以吃到台灣的家鄉味 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πά이